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课程的第六节目录 也是我们课程的最后一个目录 CS软件 项目实战 那么本节呢 将通过一个实战案例 某网校在线题库这么一款学习软件 来给大家进行全面深入的讲解分析 那么通过本课程的讲解来告诉大家 一个CS版的学习软件 从立项支出到最后设计完成 所经历的系列步骤 以及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时呢 也是对咱们前面所讲的知识点 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学习和总结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节目录的知识点 本节呢 将通过三个知识点 来给大家讲解这款赛线学习软件 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个 软件产品分析 将从产品的角度来讲解 竞品分析 用户人群 以及产品原型的知识 第二个 从界面设计分析 那么考虑它的色彩 字体 版式 这方面来讲解 第三个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弱势具体设计 那么呢 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设计的基本流程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软件产品分析 那么通过前面几个章节的学习 相信大家心里也比较清楚 一款软件的整个设计流程和步骤 那么说到在线题库 这一款学习软件 涉及到的功能页面呢 也是非常多 那么我呢 在这里尽量不给大家分析那些 非常扩盗的功能 我们挑最重要的首页 来进行设计上的讲解分析 通过首页的讲解 来分析一款学习软件的整体设计思路 同时呢 带领大家如何从产品的角落 来思考页面的设计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 最终的首页设计效果图 那么首先说一下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设计效果图呢 是已经优化过几次的版本 那么其实从一开始的产品到设计 并不能一步到位 需要一点点从用户体验 和交互设计上来优化调整 那么大家需要记住这一点 那么我们大家现在看到 这个是它的首页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给大家分析过 这款在线学习软件的登录页设计 我们看一下 那么大家应该对它还是很有印象 并且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用Photoshop这个软件 给大家做过具体的设计演示 那么由于软件的操作过程 是比较花时间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 不会涉及到具体的软件操作 而是针对这款学习软件的首页 来进行它的这个讲解 还有它的风格来进行分析 一般来说 一个产品的主体风格 是由首页来确定的 所以说设计师在最初设计页面的时候呢 都是先从首页开始来设计 那么首页的风格确定之后呢 再延伸到其他的功能页面 好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那么软件产品分析 我从这三个小的知识点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第一个 竞品分析 什么是竞品分析呢 字面上来说 就是对竞争对手的产品进行分析比较 那么它也是属于产品需求分析中 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 比如说公司要开发一款 开发一款在线的协讯软件 那么就需要去了解市场上 竞争格局 有没有同类的这个产品 并且对这些产品进行分析研究 然后呢 需要去了解他们的市场状况 运营方式 以及他们的盈利模式 那么最重要的是去了解 对方产品的优缺点 同时呢 由产品人员写成一个报告文档 为我们后面的工作开展呢 提供一个启发和帮助 那么作为我们设计师来说的话 我们在设计页面之前 也是需要去大量分析市场上 类似的这种软件产品 那么我们需要去研究它的设计风格 以及它的表现形式 那么为我们后面的页面设计 提供一个基础 第二个呢 就是了解使用人群 那么不管是产品的 还是设计师 我们需要去考虑这款学习软件 谁来用 是年轻的学生呢 还是上班族 那么我们要去分析 这些人群的使用特征 以及它的使用习惯 之后呢 设计师需要依据不同的人群 来考虑不同的设计这个风格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在线提库 这个软件 那它的使用人群 我们经营过分析是偏向 比如说参加工作的人士 当然在下的学生也有 同时呢 我们对这个产品 本身去定一个定位分析 那么它是呢 属于这种职业内的 这种我们看这个 它属于一个职业内的 这种在线学习 那么比如说 它包含着 我们看到 有这个建筑工程 财务会计 经济贸易 医药卫生等等 那么这些内容呢 都是偏向这种理工科类的 一般来说 这一类人群 学习人群的话 它属于这种比较沉稳 比较严谨的这一类 对吧 因此我们在设计风格上 不能太过于花哨 也不能太过于时尚 同时呢 我们又要考虑到 年轻人的一些心理想法 那么有关于具体 风格 用色这方面的分析 我会在后面 给大家仔细来讲解 好 那么第三个 就是产品原型 说到原型图 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 我们在设计页面的时候呢 最开始都是先拿到原型图 因此我们的设计第一步 就是读懂原型图 那么 我们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首页 我们来看看它的原型图 好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原型图呢 是一个中等保证的 首页原型图 那么这个原型图 我们可以说是经过产品人员 前期一系列的市场调研 或者说是自身产品的定位 分析之后呢 得出一个确定的这个产品原型图 那么出来这个原型图之后呢 首页它的大概的这个结构 和方向是不会变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设计师需要来考虑如何来读懂它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里 我跟大家说过 一般来说 读原型就是读这个产品的功能 那么大家需要去了解原型图里面 它的用户体验和交互方式 首先 我们第一步 设计师一定要了解 原型图所包含的全部功能页面 包括它的弹出页 或者说是对它的整个页面 有一个整体认知 那么我们看最左边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面是有一六的这个 它的这个功能页 那么这些功能页 其实就属于这个产品原型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点击相应的 比如提库练习 那么右边呢 它会有一个原型 我们作为设计师 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 有关于这个在线提库 这个软件的 所有功能页 我们要一一的去看 去了解 了解什么呢 了解它页面的跳转流程 那么了解它的跳转流程 也是了解这个产品的 优户体验和交互方式的过程 同时呢 我们要去发现 它的某些页面 比如说 它有哪些特殊的交互方式 比如说有没有弹出 或者说是有没有下拉页 等等 那么同时呢 我们需要 对整个 页面的这个 结构布局 需要其了解 这个呢 是我们作为设计师 一个重要的工作 去解读的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呢 是首页 我给它标出来的 它的这个 结构模块 给它进行标注 同时右边 我们看到有六个 这个内容 主参考 以及到这个空间 这六个 那么一般来说 一款CS软件 它都有一个固定的 结构模式 那么就像我们现在这款 在线提库软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首先 我们第一个 就要考虑它的主窗口 对吧 我们看到第一个 主窗口是它的一个弹出窗口 第二个呢 我们要去区分它的模块 比如说 它菜单栏在哪 它的内容区域在哪 它的状态栏在哪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分析 上面这部分是这个横向导航 也是处于菜单 左边呢 是树状导航 也是树状的这个菜单 对吧 中间是内容区域 一般来说 我们点击左边 或者点击上面的时候呢 它的整个结构是不会变的 但是呢 它的内容区域是会变 包括它的状态栏也是不变的 所以呢 我们首先作为一个CS软件 我们不能像设计网页一样 去跳 随便跳 我们呢 一定要了解它的功能模块 所以我们在后续的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要对这个软件界面呢 进行模块化的设计 大家记清楚 模块化设计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它的一致的结构设计 比如说一致的导航设计 那么结构和导航设计呢 它就会产生一致的什么呢 操作设计 也就是它的交互设计 这个过程 对吧 比如说导航它固定是摆放在上面 左边的是固定的树杖导航栏 那么我们要清楚这些模块设计 那么只有说把这些页面的模块 以及它的元素了解清楚之后呢 我们在后续的设计过程中 会接赏大家的很多时间 同时呢 也能够对比如说 前端工程师 前端工程师就是 就是这个制作人员 以及对开发人员 都能够节省他们的很多时间 同时呢 我们需要对整个界面 它的元素进行这个解读 比如说它的排版 它的布局 最重要的是内容这块 我们如何去解读它 那么实际上设计师 拿到这个圆形图之前呢 已经是同步参与了这个 圆形图的一些交互 和这个用户体验的一些过程 所以说其实设计之前 设计师心里已经有底了 但是呢 我们在说了这个软件的 这个结构元素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它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很多软件它在不同的栏目 它会有不同的结构布局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断的改版 那么很多产品 它的结构 它的布局都会有优化的 那么这个呢 都是根据这个产品的需要来进行的 好 那有关于软件产品分析这块 这个知识 我们先暂时讲到这里 我们继续后面的课程